10月21日 灾难 本学年开始就发生了意外的事情 金晨到学校去 我和父亲正谈着先生所说的话 忽然见路上人满了都奔入校门去 父亲就说 有了什么意外的尸体了 学年才开始真不凑巧 好容易我们进了学校 人满了大大的房子里充满着儿童和家属 听见他们说 可怜呢 若佩蒂 从人山人海中警察的帽子看见了 校长先生的光秃秃的头也看见了 接着又走进来了一个带着高官的绅士 大家说 医生来了 父亲问一个医生 究竟什么了 先生回答说 被车子压伤了 脚骨碎了 又一先生说 原来 名叫洛佩蒂的一个二年级的学生 上学来的时候 有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 忽然离了母亲的手 在街路上倒了 这时接车 正往他倒下的地方驶来 洛佩蒂眼见着小孩 将为车子锁压 大胆地跳了过去 把他拖救出来 不料 因了来不及拖出自己的脚 反被车子压伤了自己 洛佩蒂是个炮兵大卫的儿子 正在听他们叙述这些话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妇人 狂野似的奔道 从人堆里挣扎着进来 这就是洛佩蒂的母亲 同时 另外一个妇人跑进拢去 抱了洛佩蒂的母亲的头颈戳气 这就是被救出的小孩的母亲 两个妇人向室内跑去 我们在外边 可以听到他们 啊 叙利亚呀 我的孩子呀 的哭叫声 立刻有一辆马车 停在校门口了 校长先生也就抱了洛佩蒂出来 洛佩蒂把头服在校长先生肩上 脸色苍白 眼睛闭着 大家都静默了 洛佩蒂母亲的哭声也听得出了 不一会 校长先生将抱在手里的商人给大家看 父兄们 学生们 先生们都齐了声说 洛佩蒂 好勇敢 可怜的孩子 靠近点的先生学生们更去吻洛佩蒂的手 这时 洛佩蒂开了她的眼说 我的书包呢 被救的孩子的母亲拿书包给她看 且流着眼泪说 让我拿了吧 让我替你拿了去吧 洛佩蒂的母亲脸上献出微笑了 这许多人出了门 很小心地把洛佩蒂载入马车 马车就慢慢地开动 我们都默默地走进教室里去 我可以 把洛佩蒂载入手机